醒了 你搞什么 不是要杀了我们 不管了 不管了 装死你 唐清风这个变态员 是不是要把我的零件给拆了 别转了 起来 怎么回事 完了完了 母元的身体露气了 说 你到底是谁 我 是唐清夜呀 看来不对你用刑 是不行了 我说我说 查苏北大宝剑 我是唐清夜呀 哥 你真的是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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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还请太医说明实情 小妹究竟得了何病 根据少将军的描述 令妹的病情是重疾后引发的后遗症 目前皮外伤已无大碍 至于失忆部分 下官尚且难以断言哪 真的只是失忆 确实如此 那他为何 一夜之间性情大变 还经常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许是失忆导致的后遗症 往后让他多接触些熟悉的事物 或许能换回记忆 嗯 如此多谢太医了 少将军不必客气 下官告辞了 告辞 告辞 大哥 在这儿 就是这户人家 我查了半天 昨日为小姐驾车的马车夫 就是这户当家的 错不了 衙门办案 开门 快开门 轻点 人都被你吓跑了 跑了就是心虚 正好拿回去问罪 你们是何人 老人家 我们是苍浪营的 这户人家呢 赵把是犯事了 老人家 赶闻这户姓赵的人家 可是以赶车为严 常在西边走动 本分老实 这里的人 都用他家的车 那您可知道 他现在何处 昨个夜里就没见亮灯 这托家带口的 他能去哪啊 大哥 有不要进去看看 我一定要把这具身体 带回去重新改造 我一定要把这具身体 你想用阿布喳喳 走横大小星系 这么多年 就没有 过不去的坎儿 笨蛋 你要支力行走嘛 方法不对啊 你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